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布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 宝珠丁昂带啊 我当然听过啊 意思就是说 最好的东西总是放在最后才呈现出来 没错 在过去两个多月 我们每一集在节目中都会带大家去认识一位听障选手或幕后推手 那今天要带大家去认识的这一位听障选手是谁呢 我想想看 我知道了 是位台湾摘下手面金牌的跆拳道选手陈怡君 没错 就是她 我想之前透过媒体新闻的报道 很多观众应该都已经见识过陈怡君在场上的比赛英姿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 今年21岁的陈怡君其实早在11岁就已经立志要拿奥运金牌 哇 还真是人小志气高耶 说来惭愧 我都已经不记得自己11岁的时候有没有历过什么大梦想了 我还真好奇 她到底是如何坚持跆拳道金牌的梦想呢 今天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 分享陈怡君的听傲圆梦历程 请开 不爱笑 也不爱说话的陈怡君 看起来清清秀秀的 非常文静 然而 她却是个运动细胞十分发达的女生 在台北听傲比赛中 她与跆拳道为中华队拿下了第一面金牌 一戏之间 大家都认识了这个全力奋战的女子跆拳道高手呢 台北听傲中华队的战果辉煌 而成功摘下第一面金牌的跆拳道选手陈怡君 她的金牌对于激发拳队的士气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哦 你啊 一定跟我一样 很想进一步地了解这个为国争光 神气十足的女生吧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陈怡君的跆拳道故事 这是怡君的吗 怡君 你要说这是我的宝宝 这是我的 它是什么猫啊 它喜欢猫咪 对对对 因为不知道 它小狗它也喜欢 其实小冬它喜欢 它以前也养过小老鼠或是小松鼠 它什么都爱啊 有一阵子跟我说它想要养那个变色龙嘛 蜥蜴啊 我从小时候开始 一直到现在都很喜欢养小动物 狗狗也很喜欢 可是呢 家里太小了 养狗狗不方便 所以就养一只猫 比较安静 不会吵的猫 他喜欢玩这个吗 他喜欢玩毛的 给你 其实他非常有爱心 一起捡过那个流浪狗啊 捡回来让我照顾啊 然后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是小公寓嘛 没有办法照顾那么多 然后我都会把他再送到流浪 洗完澡 他会拜托我一些帮狗狗洗完了 整理干净了 然后我再找时间再把他送走 但是他常常会找这些工作 回来让我做 他已经生气了 我现在换我不敢抓他了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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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个性都不一样 一只很凶 然后一只很皮 然后一只很害羞 其实我的沙发是昨天才买的 因为被他们抓得泼烂烂的 然后今天有人来 不好意思说我才换个沙发 就被他们抓坏了 陈一君今年22岁 出生在高雄 从小就是个听不见的孩子 他有一位小他四十年 三岁的妹妹 目前汉妈妈住在台南市的安平区 一向长得瘦瘦的怡君 身高倒有166公分 但他出生时 却是个只有1600公克大的早产儿呢 她是七个月就生的宝宝妈 我很年轻就结婚了 没有当过妈妈 其实她从几个月之后 就要觉得这个小朋友不一样 那时候我都没有发觉 我是等她一岁多 我觉得奇怪小朋友一岁多多 很会压压学语的 她为什么都学不会 只会啪啪啪啪啪这样子 或是叫妈这样子 而且她都不会 然后才慢慢的发现说 她听力好像是有点问题 那时候蛮重的大概100分贝 听不到 她小时候三岁之前 听障朋友失聪的原因非常的多 有的是因为遗传 有的因为生病 导致听力丧失 像怡君的父母都是听人 却生下了听障的孩子 对他们来说 身心的冲击是很大的 但是当眼泪流干了 最要紧的还是要想想 怎么样来教育这个听障的孩子 才是最重要的 后来就靠着带着助听器 然后就到起冲的幼稚园 那边去学发言 然后教她读认字 幼稚园那段是比较辛苦 因为妈妈什么都不懂 但是她小时候就很活泼 三四岁就会骑两轮的脚踏车 出去玩 到村庄去逛大街 常常时间到了找不到小朋友 她一定要等到天黑 看不到路了 她知道已经天黑了才会回家 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大人找她的时候 常常就很着急 然后回来就会挨打 她小时候算是很皮的孩子 又好动 所以到后来 会送她去学跆拳 就是觉得她体力太过旺盛了 精力很好 深学一点 保护自己防身的也OK 刚好她也喜欢 好多奖牌 宇俊 这些奖牌是怎么来的 这些都是我从小到大参加比赛 有和听人 也有和龙人比赛拿到的 所以咯 从这么多奖牌就可以知道 过去宜俊参加比赛的成绩都很不错 奖牌很重耶 我记得 当宜俊拿下跆拳道金牌的时候 好让人感动 很以她为柔呢 拿到金牌真是太好了 这一面金牌是宜俊过去 这些无数的奖牌一面一面累积成的 是不是 你看 对不对啊 你也好好珍惜耶 是啊 我会珍惜她的 宜俊试念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开始接触跆拳道的 她这么的活泼好动 却在国中毕业后 考上了台南科大五专部的家政科 实在是让人跌破眼镜 不过她还是加入了 学校的跆拳道社团 对于台南科大的栽培 宜俊一致心存感激呢 看看能够跟台湾之光 能够一面站在金牌 妈妈寄过来以后就很高兴 就特别跟她表辈起来 台湾第一面听到金牌 就是在人台湾科技大体 就是宜俊 感动了是不是 会哭哭 你看你讲得到宜俊 太感动就哭了 我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放松 放松 没有关系 因为你是回到母校 就像自己家一样 那你等一下看到很多的师长 看到很多很多过去跟你 教授你这些老师 你会发觉到 反正又回到自己的家 那我们真的是垂死坏了 这些经济 你们都正式 他们是你的学姐 现在我来到台南科技大学 这是宜俊读武专时候的学校 最近宜俊真的是爆红 站出来能够让我们在座的家长 跟我们的学弟面 感觉到是说 有这样的一个学姐 就是我们可以取经的朋友 我第一个对手就是韩国的选手 我真的很害怕 好多的人都来帮我加油 那个呐喉的声音 那个泡尔让我 真的是非常感动 我要加油 我不要失败 我一定要赢 后来我真的拿得第一名 宜俊正在讲的是 他从小学跆拳道的历程 还有进入厅障奥运决赛 遇到的阻碍 让现场的来宾都能了解 他是怎么一路过关斩将 突破困难的 他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支援 然后这么多老师跟同学的爱心 其实他们会变成越来越没有自信 他们会退缩 然后就没有现在的陈宜俊了 因为妈妈只是在家里 可以带到他 他还需要外面的环境给他 给他自信 我最后的胜利一定是靠自己 宜俊啊 自己的个性很坚强 然后又很愿意付出 很吃苦的一个孩子 对 所以很好清派 我也是非常以他为荣 对 所以其实我也觉得 当他的辅导老师 我是觉得我比较荣幸 我觉得很佩服他 因为他都不怕苦 真的是我还很无聊 我觉得我刚刚禅食的是他 他的表情厉害 我希望他给我第一句想鼓励 我要谢谢他们对于我的肯定 让我对自己更有信心 谢谢他们 这里是高雄湖内乡 是王教练指导跆拳道的地方 就是那里哦 乙军要进去练习了 从这边 坐旋踢下腰 旋踢下腰 以前我第一次参加比赛 对手是一位踢人 我是龙人听不见 比赛还没开始 我就一脚把对方给踢倒 我吓了一跳 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看对手躺在地上好像很痛 没有办法站起来 才盼左右看看 最后还是盼我赢 我一切都是在状况外 只觉得实在是有点意外 宜君从小就练跆拳 他到现在还常常在当初 启蒙的道馆练习 道馆的这些学弟妹们 都把宜君当成典范 因为大家都想像他一样 有朝一日可以踢进奥运 勇夺金牌呢 这个是在十多年前的事情 有一次我有机会 我放陆影带给他一看 就是陈宜安拿汉城奥运金牌的时候 隔壁多久他妈妈就会 就跟我讲说他 在他的书桌上写上 他要拿奥运金牌 我的目标是想要拿金牌 所以小时候我常常在纸条上面写 我以后要拿到奥运金牌 然后把这几个字贴在书桌的前面 可以常常看到 然后激励我更有信心的 往目标去前进 有很多人问我 他拿到金牌 很多人问我说 以前是怎么栽培他的 然后今天拿到金牌 其实是真的是他的兴趣 然后就让他有这个兴趣 然后鼓励他 其实练得很辛苦是他 不是妈妈 那妈妈只能在旁边帮他加油 然后就支持他 宜君非常地上进好学 目前在台湾体育大学 台中分校进修 为了储备更多的战力 他几乎每天都会到 学校的道馆练习跆拳呢 宜君现在在台湾体育大学台中分校 就读体育系的二二年级 虽然是得了听号金牌 他还是非常低调 觉得自己跟一般的同学都一样 告诉你哦 他很认真的学习哦 我想这次他能够拿下 我们台湾的第一面清牌 最主要关键 可能是在他之前 事先的准备 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 这次对韩国那一场 表现得也都非常好 那尤其在第二场 碰到冠海军选手的时候 更是一大幅度的一个领先 能够把对方也提前结束 得到应该他要莫到的精力 紧张到心跳好像都快停了 就是快赢了快了 已经赢他几分了 时间快到了是不是 然后就一直在看时间 然后看他有没有害怕 他又被对方踢到 一个屏東的教练 然后他看一军赢了韩国队 看到我就跟我说 曾妈妈恭喜你们 金牌快到手了 因为他们认为说 韩国是很强很有实力的 如果能赢韩国 其实后面就比较没什么问题了 陈一俊的自信 赢了韩国之后 整个自信都出来了 反而就是很轻易 就击败了希腊队 毕竟这真的是他唯一的梦想 他的梦想 从小就写在他自己的书桌上 然后让我们觉得说 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 乘上奥运这个舞台 只是看你自己努不努力去做 这是他的表现超乎他的水准 然后也得到他应有的成绩 对 他希望他下一次再努力 他这一次要我恭喜他 他得到冠军 因为我对他本来就很有信心 因为他的自信心蛮强的 他跟要去比赛之前 我说你有没有希望 你说老师我绝对可以拿到奖牌 他有这样跟我讲 那我说好吧 那我先祝福你 我想这个是对他的一个鼓励 那也是鼓励下一届 我有机会想要上庆的 有一个追求的目标 姐姐拿到金牌 哇 这么多人追逐了姐姐 然后摄影照相的啦 记者啦什么 然后妹妹的优点 你有没有觉得吓一跳 姐姐怎么这么厉害 因为你觉得金牌的魅力这么大 有没有 还好 我再访问你 就 就觉得很厉害 然后金牌 你看到姐姐比赛 那个脸怎么这么丑 她就问我说 妈妈 姐姐比赛那个脸怎么这么丑 我说当然要凶 要狠 怎么可以笑嘻嘻地在比赛 凶是为了要给对手夏马威 让对手害怕 凶一点能吓到对手 让他害怕 这样才比较容易会赢 让对手害怕 这样比较好哦 在单亲的家庭里长大 怡君比一般的孩子更显得独立 她现在都住在学校外内的宿舍 平常很难得有时间回家看妈妈一趟 虽然妈妈笑她家政科毕业 却不太会做菜 但其实她很喜欢跟妈妈一起下厨 帮妈妈分忧解劳 分摊家里的经济 是怡君一直很在意的事呢 不管是房租 学费 衣服 吃东西都是妈妈她服的 我没有帮妈妈做什么事 没关系啊 怕不要哭了 一开始呢 我叫她不要为了我乱花钱 我要什么呢 我就是希望她不要为了我花那么多的钱 不用 现阶段还是学生的怡君 已经想好了未来生涯规划的蓝图 她计划到国外的龙人大学继续深造 然后回到国内谋得一份稳定的工职 而为了达成这个梦想 怡君知道她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 才能逐梦踏实呢 我觉得怡君真的是一个对自己很有定见 对未来满怀理想的人 或许她的脸上酷酷的 但她绝对是外表冷静 内心却充满热情的哦 贴心分忧的怡君 让妈妈觉得好安慰 而怡君能在跆拳道上得到好成绩 妈妈的一路支持 无疑是最大的精神支柱呢 随着现代人生活步骤的加快 很多人每天一回到家 很自然的就是坐在电视机前 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 没错 看电视已经成为现代人的 生活娱乐重心了 而五花八门的电视节目 更是让不管男女老幼 都能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 那你知道国内外的听障朋友 他们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有什么不同呢 我喜欢看的电视节目主要分成两大类 一部分是新闻 一部分是休闲的节目 新闻部分呢 我觉得说 因为工作一天那回到家 可以藉由新闻节目去知道 说最近社会上还有政治上 有发生到哪些事情 可以增广自己的一些知识 那休闲性其实就是纯粹的放松自己的心情 不管是座谈啦 综艺节目啊 或是一些搞笑的一些节目 我都还蛮喜欢看的 平常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有像卡通啊 还有一些谈话性的节目 有一些那种会讲艺人 诗底下不为人知的生活啊 还有那种电视剧背后的一些心酸啊 还有一个就是偶像剧 最近很多很多那种偶像剧里面有一些爱情故事 你会觉得说 虽然可能自己不可能达到 可是因为他拍的场景都是台湾的那个景色 你就觉得跟自己生活很贴近 就大概就是这三种 平常我看电视最喜欢看的节目是旅游 比如一些没去过的国家 当地的风俗民情的介绍 我很喜欢看 第二呢 埃及的它的历史文化 我很爱看哦 很有兴趣去了解 第三比如说飞机是怎么来的 飞机的结构和制作过程 我也喜欢看 第四 摩托尔石禁秀 彼此啊 真奇斗艳 比赛会设计几个关卡 在第四关公布题目 利用一些回收的资源来设计服装 我觉得很特别耶 比如说用剥下的玉米皮拼贴成衣服 或者呢是有人利用纸张来做 有的人呢用废弃的塑胶去设计 哇都做得好漂亮 可以激发我的创意 所以我很喜欢看 我喜欢看刺激的枪战片 工资片 还有运动节目 棒球比赛 电视新闻 我也很爱看 比较不喜欢看那个 谈话的节目 哦 很无聊 小布 我知道这好像是你第一次参加Tin奥 对不对 谈谈看你的感觉吧 嗯 坦白说 刚开始知道要去采访Tin奥的时候 就像你说的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盛大的盛会 所以心情真的很紧张 每天都睡不好 后来啊慢慢的就越拍 越觉得很好玩了 好玩 对啊 原本啊 我以为只是去拍场内的比赛 和访问选手 后来发现在比赛之外 也有很多有趣的事啊 哦 说来听听啊 比方说 有加拿大H3网路电视 和瑞典的网路媒体 都一起来参与 还有呢 嘿嘿 还有 就是在比赛之后 我们还和一群外国的听众朋友 到POP去庆祝 有好几百个人哦 嗯 那场面一定很壮观咯 嘿嘿对啊 其实还有很多啦 不过用讲的也讲不清楚 所以呢 今天我们也特别整理了 有关Tin奥的花絮报道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太好了 赶快来看看这段精彩的Tin奥花絮吧 请看 请看 你们看啊 它会发光 很有力量 嗯 不会亮了 电池拿出来了 你们看 哦 亮了 很棒吧 这里有力量 哦 这样就没有了 没有力量 嗯 力量在这里 你看 哦 又有力量了 你看到的这三只手 就是徽章的图案 这里有很多龙人 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 把力量传递到了我们的手上 只要用你的手 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手放上去就会发光 可以的 这两位表演玩手电筒的外国听障朋友 其实真正的身份是传教士 这次趁着Tin奥在台北举办 他们特地远从美国来到台北 目的就是希望趁机向各国的听障朋友传福音 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龙人 他们用不一样的收语要怎么沟通 而我想到一个方法就是给他们看 我的手电筒 这是一个好方法 只要伸出具有力量的手 把手电筒放上去 灯亮了他们就会了解 我在这边很好 我是传教士 在美国我也是这样传教 到处去传教 这次来到台北听障奥运会场 把我们的徽章呢 一个一个地把它送出去 哦 对 你看 亮了 哦 这样子就不亮 你看看 绿亮 这样子就会亮了 我太太也是龙人 我太太她现在不在这里 她仍在美国 因为她要上班 她很帮忙 一直鼓励我来台北 这次我来这里跟龙人传教 我和我太太都非常的爱耶稣 爱上帝 我们没有孩子 因为我们爱上帝 因为我们爱上帝 祂是最好的 祂是最好的 耶稣爱你们 很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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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做假牙的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会发亮的牙齿 我以为是玩具机器人吓了我一跳 好 这是我买来的 来到这里后呢 带上她到处跟人玩 我带上她 在开幕典礼那个晚上 我走进会场 大家都在看我 我好开心啊 等这次庭章奥运结束啊 我要好好保存她 等下一届去希腊的时候 再把她带上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爱台湾 爱台湾啊 所以我不去别的地方 我来这里 我也爱以色列 我们两个交换吧 好啊 我们两个交换 我来这边 你去哪边 拜拜 就你看来 女生 女生是不是有喜欢的呀 有个听人 很好 她的英文很棒 我跟她聊了很久 用笔写字 聊得很愉快 把她带回去呀 好 别再说了 别再说 不要说 她说她在台湾 认识一位英文很棒的小姐 她很喜欢她 她很棒 好 因为大部分的时间 我是跟教练讲话 那就是看她们的时候 因为她们的脸 就她们的肢体表情 还有脸部表情都很丰富 她就会觉得 跟普通人相处不一样 就会觉得特别有感情 不行吗 我把 你等一下 我把这个帖子丢掉 好吗 不行 我爱你 这位戴着墨镜的男子呢 是来自英国的市听帐朋友 虽然她听不到也看不到 却依然无法阻止她对旅游的热爱 而身边这位女性听帐友人 也就成了她的最佳翻译 她拉着我 我们往前走 我的胳背夹住她 就告诉她要下楼梯了 她结婚了 三十年前呢 生了一场大病 加上她太太过世 当初啊 我看到她 我呆住了 我的手语程度很差 当时呢 灵机一动 拉住她的手 吹风 告诉她冷 过了一段时间 她来找我 请我用手语拼字 或是打手语带领她 但我有点怯场啊 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练习之后呢 就OK了 到现在呢 已经有五六年了 有障碍不要怕 要勇敢走出去 要勇敢走出去 原来她们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因此使用的手语也就不同了 而为了克服沟通的问题 于是她们也积极地学习手指语 这个是A E I O U 可以四个一起 这两个呢是F 这呢一支线是L 这里呢是M 这里是N 好了 德国 奥地利 瑞士 和德国的语言是一样的 都可以用这个手指套 W E I 用手套是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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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W 你懂 懂吗 什么 说代语一点 嗯 不 找了 找了 昨天和前天 你去哪里逛逛了吗 我吃东西 一直吃 我眼睛看不到 但是我知道吃了很多的东西 是啊 我们在录影 他说去过一些地方 就只知道吃 东西很好吃 反正看不见就一直拿东西来吃 你哦 你真是的 事实上这次在台北听奥期间 不只运动场上的热烈竞技有看透 场外也一样上演着精彩的竞技 不同的是 场外这场是美的竞技 也就是由龙人协会所举办的 听障才艺模特选拔 目的就是希望鼓励来自 全台各地的听障朋友 能够站上舞台 大方秀出他们的才艺和自信 没想到参赛的选手 果然是精通十八班才艺 看着台下观众也忍不住 想上台投乐一番呢 你刚刚选的是四 对四 一二三 你刚刚选的是四 对四 对四 一二三 一二三 老师 展现我们印度的文化 希望大家看了我的表演之后 能够感觉很快乐 我要为各位加油 另外这次为了照顾这些从各国来的听傲选手们 主办单位也是用尽心思 像这里就是饭店为土耳其选手们所安排的专属餐厅 连厨师都是土耳其厨师呢 哈喽 你好 土耳其的食物最好吃啊 好吃 首先我必须告诉你这个 台湾食物是很棒的 非常美味 我们说 周后家 但是我们的团队是第一次在亚洲 所以他们没有用到台湾食物 所以他们真的需要用到它的味道 所以我们需要用到它的味道 所以我们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食物 所以他们不会有任何问题 因为第一次问题是腿 因为肉体内 蛋黄素 但只要是因为肉体健康 所以我们能用到中国的养肥 所以他们能吃进入养股的东西 而且 Cara 士养肥 这是香港的食物 非常美味 flip it's a slow fire and then cooking way is different than in Chinese food. And then for for paper it's different, like, we use butter and we're cooking slow fire. It's very important. Chinese cook is very fast and very quick. 很多国家的听障选手来到饭店 当然是很开心的啦 可是中东回教国家的教律比较严格 比方像是土耳其 他们一天必须要膜拜五次 你看这边 那边是正东方 所以要朝那边膜拜 一天要膜拜五次 清晨夜晚之外 早午晚餐也要 这是配合不同国家需求所规划的 因为毕竟是台湾的第一次 我们也举办了一个首语的课程 那首语的课程从很早以前 我们就一直针对员工有开课 然后一直到Ting Out的这些选手到达之前 我想每一个员工都是非常熟悉的 一个可以帮这些选手能够来指引 甚至门口的这个发射器 他只要一按 那这个振动器 它事实上它会闪光 而且也会发出振动 那选手呢 当他感受到这个振动 他实际上 他就知道门口有人来按铃 他就会前往去开这个门 现在时间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 你们可能以为选手都回饭店睡觉了吧 其实没有哦 深夜12点多 好多龙朋友都来到了一家夜店 喝酒聊天哦 那么请看 原来在听奥兵幕后 各国选手们为了把握在台湾的时间 都跑去夜店喝酒狂欢 也难怪把附近的马路挤得水泄不通 在小巨蛋会场 我看到好多国家的朋友 在一起玩和聊天 可是到了十点就关灯了 那后来很多国家的朋友就告诉我 他们想要去喝酒 我想想OK啊 于是把整个团带来这里 我看他们自己喝酒 总觉得人比较少 知道这个地方之后 这些外国朋友 就告诉其他国家的一些朋友 那么外国朋友听说 有这么一个好地方 结果大家就一窝蜂来了 看我科罗埃西亚国会的头发 很棒吧 不可以 不能随便接吻 我要把这个吻留给台湾人 我很真心 但是他说我不能 很高歉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奥地利人 我是台湾人啊 所以不可以接吻 必须聋人才听得到 因为众听或带电子耳的 亲来亲去都是听不到啊 在台北能够看到这么多各国的听长朋友 聚在一起喝酒聊天 这样的盛况 或许只有在台北听到期间才能看得到 而这个时候 大家似乎也已经把几天来 在场上的激烈竞争抛诸脑后了呢 好胖哦 这里很好 我们是来拍摄的 他是谁呢 你们记得吗 他是斯洛伐克人 没错 这两位就是听奥开幕那天 我在斯洛伐克餐厅所认识的听长朋友 这次他们特地带了当地传统文化的东西来台湾 主要就是为了宣传2011年将在斯洛伐克举办的冬季听奥 你看这个 把酒倒进去喝 但是要比手语聊天啊 杯子拿来拿去不方便 所以把杯子挂在脖子上 这样用手语聊天就没问题了 比手语很方便 这个呢 是手摇铃 有音乐 可以用手摇铃当加油棒哦 是不是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我记性很好 对不对 你还记得我 我很高兴 为什么记得你 因为你是美女啊 所以我记得 她也是美女 我也记得 谢谢 为什么这里站了这么多人 他们怎么都不进去坐呢 到底为什么啊 进去看看咯 原来店里集满了人耶 大家都在外面等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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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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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到店里一看 虽然里面满满都是人 但是因为都是龙人 因此反而比平常来得安静呢 哦 这里有好多外国朋友在玩足球台耶 好奇怪哦 他们好像玩上瘾了哦 好奇怪哦 走啊 好 女人力量这儿 好厉害哦 YA 这些男生又被女生打败了 好笑 而且不好意思哦 为了赢球啊 他们召唤位置哦 你看 好好笑 用不用啊 换位置也没有用啊 女生好像一直贏球啊 由于这些经常朋友实在聊得太高兴了 完全就没有注意到夜店已经要打烊了 于是店长只好请店员带着英文纸条去沟通 但是大家似乎一点也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 一点钟要打烊 应该要改在凌晨四点打烊才对啊 因为龙人朋友很喜欢到处聊天交朋友 不是喝酒就够了店家不该太早打烊 不耐呀 在店家的三催四寝下到了凌晨四点多 这些听众朋友才勉强地走出了夜店 不过意犹未尽的他们并没有就此回去饭店 反而继续站在店外聊得不亦乐乎 直到天都快亮了人潮才渐渐下去 这次台北听澳除了创下参赛选手和国家的数量记录之外 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国外媒体来到台湾争相报道 特别的是其中包括了两家以网路电视为主的听障媒体 分别是来自瑞士的Focus5和来自加拿大的H3 这两家网路电视的服务对象都是听障朋友 主要是提供多元化的听障情报和生活资讯 而这次他们特别来到台湾采访听澳 为的就是让各地的听障朋友 也能在网路上同步看到台北听澳的现场实况 除了我还有自作人 我们一起合作 是因为了解听障遭遇的阻碍 所以我们成立到现在已经六年了 最早我们是在澳洲墨尔本听障奥运 每天利用白天拍摄 晚上就简洁播出 亨朵观众看到以国际收益为主的报道就很高兴 接着是烟湖城冬季听澳报道 台北市第三站 我们是用网路现场立即播出的方式 必放足球赛和典礼 你都能通时间地能够看到 没错 随着网路科技的发达 让资讯的传递与取得比母网更方便 所以在国外 许多听障朋友已经开始使用网路来作为媒介 甚至进行合作交流 像Focus5制作小组 就请来一位南非听障节目DevTV 也就是DTV的听障女编导一起合作 担任主持协助拍摄 不过大家或许会好奇 网路电视和一般电视 在内容和人缘上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的节目内容有哪些呢 它是由不同的单元所组合成的 比方说做龙人专辑 还有一些相关资讯的采访 另外就是舞蹈才艺的演出 节目全长是30分钟 播出之后观众就可以收看 我本身是导演 主持人 编剧 再加上我自己也会剪接 让节目更紧凑 这就是我的工作 我们小组有三位龙人 分别是摄影师 导演 我 再加上一位听人负责联络 行政和沟通问题 这就是南非的工作小组 不过以Focus5来说 虽然他们的网路电视 并不是免费收看 而是采用会员制的方式 进行收费 但是这次为了配合 来台北拍摄听账奥运活动 以便及时同步在网路上播出 光是在筹措 勉强足够的拍摄经费上 就已经让他们伤透了脑筋呢 我们获得的经费并不多 工作却非常的辛苦 我们要不断地去筹措经费 不停地工作 否则经费没了 我们就糟糕了 必须不断地补充经费 这次来台北 我们一直筹不到经费 直到出发前 才终于筹够了钱过来 我们的成员有五位 工作很辛苦 为了节省制作成本 并将人力发挥到最大的功效 我们发现Focus5制作小组的 每位成员 几乎都是同时身兼导演 摄影 甚至是主持数值 另外为了把握播出时效 他们也跟来自加拿大的 H3制作小组 进行跨国合作 请他们协助后制的工作 其实H3的制作小组 是在今年二月才刚成立的 不过他们的工作力 却是不容小觑 像这次来到台湾 除了转播听障奥运之外 其实对于台湾文化 相当感到兴趣的他们 更希望能够在网络电视上 介绍台湾的文化 我们一共有八个人分成两个小组 其中一组四个人负责文化 去拍摄不同的题材 另外这一组就拍运动 包括排球啊 柔道啊 跳远啊 不一样的运动项目去拍摄 然后呢 再进行一些选手们的采访 把节目组织起来 事实上为了生活 H3制作小组的每个成员 平时都有各自的工作 而这次是因为要来台湾 拍摄听奥活动 大家才在制作人的号召下 一起组成这个影像工作团队 因此几乎是没有酬劳的 我的工作是导演 我没有要求任何的酬劳 他们付给我住宿费 还有机票钱 或包括饮食费 来到这边工作呢 是完全基于热忱和奉献 我们希望H3能够越来越蓬勃发展 经费呢也会越来越充裕 到时候再付我酬劳 为了帮助人生地不熟 语言又不通的H3制作小组 能够拍到真正的台湾文化 听听看 身为台湾唯一的听障节目 当然也要派出主持人 连巧我来当导游咯 你好坏呀 很好吃耶 你吃吃看 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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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跟美国的水果比较起来 这个柚子真是好吃耶 水分又多 台湾的水果真是好吃 感觉非常好 用柚子皮擦皮肤有什么功效呢 就是可以预防蚊虫叮咬 蚊子飞来 闻了味道就飞走了 不会咬你 知道吗 你看 这样子 这样擦这里可以吗 当然也可以了 我再帮他擦防晒油 因为太阳实在太晒了 满脸都是汗水 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帮他抹好脸 他就会漂亮亮亮的 你看 可漂亮吧 漂亮啊 不要说了 大家可不要误会 导演不是在吃主持人豆腐了 其实他们是男女朋友 不过说真的 他们两位还真的是多才多艺 不但精通摄影和运动 还是芬兰首语剧院的演员 在结束一整天 马不停蹄地拍摄工作后 H3的摄影师John 再回到饭店 还是无法马上休息 因为他还必须 进行最后的剪辑 不过看他的表情 似乎是遇到难题了 天哪 你看 鸽子飞起来的时候 我把画面录下来 天空刚好下雨 水流到镜头上面 我没有办法拿布擦 所以画面上到处都是水滴 其实John是一位听人 他的手语之所以这么流利 是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听John 而他这次除了负责摄影和剪接外 会口语的他也包办了配音的工作 听人会来这里 看着画面配音 戴耳机配音 然后配上一行一行的字幕 我们会检查过手语 声音和字幕都没问题 然后剪接就完成了 那么究竟剪接完成的成果如何呢 在这些外国媒体眼中的台湾 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赶快好好地来欣赏一下 H3的作品吧 哇 没想到H3制作小组 对介绍台湾文化这么用心 虽然这次他们在台湾待的时间 只有短短几天 但是除了在北部拍也特地到南部去 甚至还拜访了巴巴水灾的灾民 真的是一群对影像工作充满热情的听障朋友呢 看完了负责拍摄台湾文化这个小组的工作成品之外 我们也很好奇另外一组H3工作小组拍得如何 于是趁着台北听澳最后一天的晚上 我们跟着H3制作小组一起到闭幕典里 来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情况 我用手语主持的时候会随时和摄影师保持联系 如果我有话想要讲 我会叫他过来告诉他我的想法 同样的呢 他有想法的时候也会告诉我 当我想到要一边跑步一边挥手 摄影师就能够跟我配合得很好 我不喜欢只用手语 不希望要有创意 那么在拍完听澳之后 H3制作小组下一步又有什么计划呢 这里结束之后 我们的拍摄计划是 希望可以汇编更多的听障奥运的相关内容 还有全美听障小姐选美的筹办单位 邀请我们正在洽谈当中 另外自行车旅游也正在申请中 还有一个个等待评估和进行的拍摄 我希望结束这里的工作之后 继续去洽谈和准备后续的拍摄计划 看到这一群热爱影像的外国听障朋友 不济酬劳和辛苦的跑遍世界 透过网络媒体将他们眼中的听障文化和资讯 传播给世界各地的听障朋友 这样的做法或许国内听障朋友也可以参考看看哦 这一群热爱影像的拍摄 这群热爱影像的拍摄 连强 你在算什么呀 哦 我刚才一算才发现 为了这次播出的听奥专题 我们节目就花了超过半年多的时间 来进行筹备拍摄跟后制工作啊 哇 那应该算是创下了听听看 有史以来的制作记录吧 虽然在筹备和拍摄听奥的过程有很多的波折 但是看到观众朋友对节目播出后的支持与肯定 就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了 嗯 说的也是 要锁定每周六下午4点30分播出的听听看哦 听听看 我们下周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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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